而手动驾驶时遇到气流等不大情况 为了确保加油机在空中移动不动 飞行人平时又是如何训练的呢 好 很好 加油 坚持啊 坚持住 提铃行走 要求大家提着一定重量的哑铃向前 至少保持十分钟 有的飞行员手上负重达到了六十公斤 车好 接着重 我们的飞机空中对夜加油 对这个臂力要求比较高 空中加热过程中要求十分钟之内 一动不动可能还不止十分钟 往往有时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有 所以飞行员的体力不够 臂力不够 飞机保持就比较困难 我们要克服这个气流的影响 有时候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 除了提铃行走 陈仁贵平时还和战友们经常握推杠领 而端亚铃模拟操纵加油机的驾驶感 考验的是飞行员的臂力和耐力 呸 起哟 起哟